歌词将音乐换声 听歌的时候 很多事触动心灵 引起共鸣的 往往就是那几句 入心入肺的歌词 歌词的世界其实很大 词中密 词中有密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无数的动作 欢迎来收听第155集的词中密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宝 今集乘计上一集 就讲古惑仔电影系列里的一些歌曲 今年也算是古惑仔之人在江湖 即是这个系列第一集的25周年 整个古惑仔的电影宇宙 都影响了我们整代人的文化 古惑仔的影响力很有争议性 有人就会觉得 是一个非常之好的 即是香港的创作电影上面的一个 很有魅力的江湖世界 也都有人觉得 他们是教坏一些年轻人的嘛 自己主动走入黑社会这条路 被那些浪漫化了的英雄主义 误渡了 古惑论的影响是好是坏 其实这些都是理情我愿的 对大部分在那个年代成长的香港人来说 这个无可否认是一个很重要的集体回忆 而古惑仔也拍了很多部 除了郑伊健主演的一至六正转之外 也有由謝霆锋主演的一部前转 也有几部很重要的外转 包括陈兆春演的《山鸡故事》 王秋生演的《鸿兴大飞歌》 吴君如主演的《鸿兴十三会》 还有一系列 有作者牛佬 授权改篇的外转 和一些他没有授权的 类似江湖片 如果将它们全部加上 都会有20多部电影 里面当然有很多好歌 但是大家最记得的 应该还是正转那六部《古惑仔》 上一集的《慈忠物》 就有播放一些《有情岁月》 《甘心替代你》等等的 经典《古惑仔》主题曲和插曲 主要是讲回《古惑仔》最红的 头三集的主题曲和插曲 而今集的《慈忠物》 就集中讲《古惑仔》四至六正转的一些歌 亦都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再播一些外转的重要歌曲 给大家一个颇为丰盛的《古惑仔》大餐 一个集体回忆 毕竟现在已经很难拍得回这些电影 亦都很难再听一些江湖未那么重的歌 正转头的一二三集 都是在九七前发生的事 第一集《古惑仔》人在江湖 那时候就讲一些香港人的心态 对于未来是有点迷茫的 第二集《古惑仔》之猛龙过光 就是对现实中台湾黑金政治的讽刺 亦都有讲区议员和社团结交的黑色幽默 第三集的《隻手遮天》 就以铜锣湾借待现实中的香港 奉誉铜锣湾是邦派鸿卿的固有姜域 不想被其他政权 例如邦派东升社干预 为什么今时今日很难再拍《古惑仔》呢 除了他的意识可能在很多人当中 都已经是属于不合示意 或者是属于不良意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有很多政治隐喻的 来到今集《池中密》想讲的第四到第六集 首先讲的第四集《九七古惑仔之战无不胜》 片名特意加上九七两个字 而且还在《香港主权移交》的前夕上映 当中《红兴社》的华视人改朝换代 暗喻香港主权移交 任达华飾演的上一代楚管 蔣天生在上一集死了 今集由他弟弟蔣天仰 也就是曼子梁飾演的角色 来到香港重新抓招 新红兴社的掌权者到港的情境 还在刚刚兴建完成的青马大桥取景 在电影中 帮拜红兴社屯门区领导人的票选辩论大会 正正映射现实进行中的96年香港特首选举 在电影中还有句对白 是凤裕洪兴社新楚管蔣天仰 没有熟读到毛泽东毛语鹿那句 窗干子女出政权 虽然《古惑仔》系列很明显属于商业片 但当中也揚映着当时的一些背景文化 其实在这么多年后看回都挺有意思的 主题曲《一于奉陪》 就是由鄭伊健、陳小春合唱的 劉祖德作曲《林振强》填詞 之前那几集的歌曲不是劉卓暉 而是林直填詞 林振强应该是第一次填这个系列的歌 亦填得很豪情 充满着兄弟情意 有前无后打死罢奏的霸气 有道有意当中却有段时候 唯祸一些东西 竟变得兴有 放弃你的手 有汗有泪当中也有段时候 共你为一些汗法 竟发生争斗 各有各的走 卿向你没有喷我 并再做好友 借你又再让我共踢着风走 是对是错 让我共你并且去承受 风高也奉陪 晚风中同杯 如多急也奉陪 我不懂说后悔 借一张雨下回 又多空又多欠也奉陪 能如手足以直回 借心不再悔 更艰辛也奉陪 重灯恨也怨陪 借一张雨下回 逃多勇多勇多灰也奉陪 历春也奉陪 历春也奉陪 当你没有喷陪 当你离别后 借一张雨下回 借一张雨下回 又多空又多欠也奉陪 能如手足以直回 借心不再悔 更艰辛也奉陪 重灯恨也怨陪 借一张雨下回 逃多勇多灰也奉陪 奉陪 历春也奉陪 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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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一张雨下回 逃多勇魂多灰也奉陪 力尽也崩潰 本來鄭伊健拍了《古惑仔》一至三集之後 已經異慶蘭山,不想被定型,也不想被人批評 所以本來也不想再演陳浩南 結果要編劇兼監製文俊用了很多口水才說服鄭伊健再拍下去 所以第四集的深度明顯比前幾集要高,有多思考的空間 尤其黎芝飾演的細細粒在上一集已經死了 陳浩南這個角色當然是飽力瘋傷 而這一集他的好兄弟大天耳,謝天華 還要被人在天台扔下來跌死 並且新娶回來的老婆KK還要被仇家輪奸 更加明白了高處不聲寒的道理 他的兄弟山雞,即是陳小春 很想去爭屯門的華氏人 但陳浩南就很想阻止他 但山雞就覺得,你威過而已,我未 對呀,結果就反了面了 但也因為山雞要爭華氏人,連累了一個好兄弟大天耳 即是謝天華的角色被人由高處扔下街慘死 新婚的老婆KK還要被人輪奸 陳浩南當然極度悲痛 這個角色從頭三集的《義氣風法》來到第四集 已經變成一個悲劇下的人物 而《義氣風法》反而變成他的好兄弟山雞 而山雞陳小春也唱了這套戲的其中一首插曲 叫做《亂世巨星》 作曲是五樂城,作詞是《Wasabi》 值得一提的是五樂城 當初做古惑仔的歌曲時 其實他也是剛剛入行很久 可以說是一批他入行初期的代表作 這首《亂世巨星》就說江湖味道更加重 講的已經不是兄弟情義 而是征服世界的慾望 連法律都可以自己去釐定 不過我想二十年前都沒想過 今時今日的香港 都有好像《國安法》這些凌家 在所有法律之上 來衝以怎樣寫就怎樣寫的法律 折扎風雲我淫意闖萬眾仰望 折扎風雲我絕不遂黃厚漢 翻天覆地我定我寫自我的伴侶 這空我省熟眼光的夜落 天生我喜歡 傲慢做本性 望永遠行失敬 難免你萬世巨星 這時失勝我任性 以天生亡命令命 天生我喜歡 用實力增盛 橫向全憑潑領 何可變萬世巨星 折扎風雲我淫意闖 折扎風雲我淫意闖萬眾仰望 折扎風雲我絕不遂黃厚漢 翻天覆地我定我寫自我的伴侶 這空我省熟眼光的野落 天生我喜歡 用實力增盛 橫向全憑潑領 何可變萬世巨星 折扎風雲我淫意闖 以天生亡命令命 讓遠世震驚 折扎風雲我淫意闖 萬眾仰望 折扎風雲我絕不遂黃厚漢 翻天覆地我定我寫自我的伴侶 這空我省熟眼光的野落 折扎風雲我淫意闖 折扎風雲我淫意闖萬眾仰望 折扎風雲我絕不遂黃厚漢 翻天覆地我定我寫自我的伴侶 這空我省熟眼光的野落 折扎風雲我淫意闖 遲中密 遲中有密 為你寫的歌 救命者不心酸即行即過 主人提及萬片分手無數的多 回到第二節繼續講《古惑仔》第四集的九七《古惑仔》之《戰無不勝》的歌 包括第三集延續下來的陳少春那首《戰無不勝》 或者是兄弟的情義 當然這部戲也有很重的愛情線 在頭三部曲 即上一次《慈忠物》所說的前三集 《古惑仔》主要是講陳浩南和《細細粒》之間的愛情故事 到第三集《細細粒慘死》 有一首甘心替代你 來到這一集力盡滄桑的陳浩南 因為無意中做了學校的代課老師 認識到另一位教師 李嘉欣飾演的欣欣 兩個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竟然產生了一些情意 有些交集 陳浩南雖然很不想連累一些可以說是平凡的人 初頭其實都比較抗拒和欣欣的這段感情 但後來大天已慘死 令到她大醉一場 也在那一晚和欣欣產生了一夜情 但浩南在《迷迷糊糊》當中仍然叫《細細粒》的名字 欣欣都知道自己和陳浩南的世界完全不同 所以欣欣最後都離開了陳浩南 而一首插曲《我願你知道》 由陳光榮作曲《周禮謀填詞》 所寫的也是陳浩南 《怎樣無法忘記細細粒》 這首歌我覺得是寫得很有味道的 鄭伊健亦都能夠唱得出那種感覺出來 連同一套戲一起看的話 就更加可以令到觀眾更加投入 陳浩南那種一方面得到全世界 一方面又好像什麼都沒有了 那種孤獨的心境 從一起風中上路 順口並肩改變命途 問為什麼總改不了運送 冥暖是否真的需要 絕對這麼重 真有好難復配合腳步 從今起孤單上路 從今起孤單上路 搖走哪方不看地圖 現在什麼都不想有回報 冥暖若果真相逼我 罵我太驕傲 同學過父如何做到最好 眼淚向著冷風崇 揮灑滿我露套 但你知不知今天狂哭 我繼續追悼 我願你知道 風請替我代路 心刻直弓 儘管我看望你也聽不到 王天空青星雲露 算不算得一個信號 問為什麼不早寫去預告 冥暖若果真相逼我 冥暖若果真相逼我 冥暖我太驕傲 同學過父如何做到最好 眼淚向著冷風崇 揮灑滿我露套 替你知不知今天狂哭 我繼續追悼 我願你知道 風請替我代路 心刻直弓 儘管我看望你也聽不到 眼淚向著冷風崇 揮灑滿我露套 還你知不知今天狂哭 我繼續追悼 我願你知道 風請替我代路 心刻直弓 儘管我看望你也聽不到 第四集 第四集 最令我深刻的反而是 鄭伊健 在學校對著一班學生說的一段說話 他向學生披露了入黑社會的心路歷程 透露了三個原因 厲害 英雄主義 踏馬 對自己因為崇拜偶像 覺得身不由己 也覺得悔恨 而且告誡同學 你們讀不讀書 我管不了 但走錯歪路 就不能回頭 可以說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江湖大哥的感受 看著最愛的人最好的兄弟慘死 可以說是對看頭三集 很仰慕英雄主義的人的一些警醒 凡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來到第五集的古惑仔 叫做《九八古惑仔之龍爭虎鬥》 這部戲竟然是九八年的一部賀歲片 這部戲也跟前面的四部有些不同 由江湖施殺變成以雙箭為主的電影 來到這集沒有了陳小春、謝天華、林尚義和文慧等等 但加入了前家樂、鄭浩南、舒奇他們 除了前家樂飾演的大頭仔加入了比較突出之外 其實我本人對這部《龍爭虎鬥》覺得有點無聊 主線就是東星五虎之一司徒浩南 也就是鄭浩南飾演的角色 走來爭銅鑼灣的地盤 從而主題變成《銅鑼灣只能有一個浩南》 主題曲叫做《輕波作狼》 唱的就是鄭伊健 今次就不再是風火海成員了 今次合作的是樂隊ZEN 作曲的也是ZEN 而填詞的就是經常幫助這件填詞的華沙比 也就是鄺兆昌 本身也是一個DJ來的 又再一次為這個系列作詞 這首主題曲《輕波作狼》 和以前《古畫仔》系列的主題曲的風格都差不多 但就少了很多兄弟情意 又少了一些江湖豪氣和霸氣 反而就像是一首搞事的歌曲 連歌名都叫做《輕波作狼》 都幾配合來到第五集 算是進入平穩期 地位相當高的陳浩南 受到司徒浩南的挑戰挑釁 搞風搞雨的劇情 靈魂入我絕在國邦 武力萬世仰望 武士總是千孔白妝 拜力任性放蕩 哪怕越天秘高 決意去闖一闖動的收藏 武力萬世仰望 武力萬世仰望 大喜愛 討伎仰望 多了消掉 武力萬世仰望 足以僱手 內地無法要求 在本亂世創造我 长路我共地藏 得起亂世作乐轻波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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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上和音呼伯响 至乎晚中导掌 你却几乎一生创伤 亦怨力占向上 善意陪天高仗 决意去创一天比一天高仗 斗志门康阶火被拍野过 挫折再多只少说打算什么 红尸四面八波 天高地阔我独播 长路我共地藏 天高地阔我试过 谁令我唱万波 这般亂世創造我 长路我共地藏 一起亂世作乐轻波 红尸四面八波 天高地阔我独播 红尸四面八波 天高地阔我独播 长路我共地藏 天高地阔我试过 谁令我唱万波 这般亂世創造我 长路我共地藏 一起亂世作乐轻波 虽然未讲完第五集 龙僧苦斗 容许我跳一跳去讲一下 謝霆锋做陈浩南那套前传 叫做新古画仔之少年激斗篇 除了由謝霆锋演陈浩南之外 还有李灿芯做山鸡 即将来的陈小春 由吴彦祖飾演带头 即将来的钱家乐 还有袁伟好飾演的曹皮 而吴振宇就继续演他的鸣坤 和正转不同的前转内没有大天意 陈浩南他们几个本身是学校的普通学生 后来就参加学校举办的音乐比赛 他们的鸣歌 获得现场学生的一致好评 但令到校长有误解 甚至将他们全部赶出校 后来跟人打架 但警察也认为他们是古画仔 既然他们不是古画仔 都被人当是古画仔 他们把心一横 真真正正入社团 入了黑道这条江湖路 不多不少都有一些客观环境迫成 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是由謝霆锋唱的开放日 但我想选择一首插曲 就是他们在音乐比赛中一齐彈 一齐唱好rock 唱的一首前前后后左右右 由五岳城作曲 林直填词 其实这部电影的所有歌 都是由五岳城作曲 謝霆锋还有一首活火山 而另外有首叫做 兩种人的由何嘉莉唱 何嘉莉也可以说 演活了謝霆锋的 陳浩南的初戀情人 单单是歌名 大家就已经联想到 他们其实都是两个世界的人 都预料没办法一起 由于这个节目的时间不多 唯有在当中选择 謝霆锋唱的前前后后左右右 给大家 去想像一下他们在音乐节台上 rock'n'roll的场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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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任何事物观所作 又让你也摸原刹将得破护走 却加班上帝首 然后很想我内疚 是我未必为你所有 我带消息 便令你不太顺情 是吗 我带消息 我妇虑你相当私情 需要你人情 都想包在你手 也有你的理由 你说天真不够 要要投 要以投 打打步 打打步 迎迎路 迎迎路走 不想听听 话话我有权 梦却已不需打架 投石快 入你口 无论听到 迎迎走 做我任何事物观所作 又由你也摸原刹将得破护走 却加班上帝首 怨恨我未必为你所有 都想包在你手 走 要以投 要以投 迎迎来的理由 要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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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我任何善本所作 又由你也莫决策 曾经过苦臭 却加弹上低手 然后声音到下楼 恨我未必被你所入 慈忠物, 慈忠有物 为你写的歌 救命者不心酸即行即过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无数的多 欢迎大家回到第155集 慈忠物的第3节 继续和大家讲古画仔系列的歌曲 已经讲到第5集 刚才有提过在第5集 《龙争虎斗》里面 最突出的是新加入的钱家乐 钱家乐其实是以前的陈浩南的兄弟 本身亦非常好打 但坐过牢后 回到来就只是想做平平凡凡的普通人 卖报纸 但正如《古画仔》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感叹 《古画仔》一只脚见炎罗黄 一只脚入监房 入了黑道之后 人在江湖当然身不由己 他想做回一个普通人 但也有仇家来找他 而陈浩南这些好兄弟 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这个剧情呢 亦都比较彰显到《古画仔》本身所推广的一种意气 而郑依健也有唱一首叫《情雨义》的歌曲 当然这首呢 就不是《情雨义值千金》那首 而是陈光荣作曲劉卓辉填词 郑依健所唱的一首《情雨义》 随着陈浩南这个角色越来越成熟 这一类的歌呢 亦都沉重了很多 少了青春活力 多了一些心照不酸的滄桑 可以说是相当男人味重 相当man的歌 今时今日这十多二十年 这一类的歌曲都好像没什么市场 可能就特别是我们这些中佬去怀念的一种味道 心痛仗碎片 埋在漫长夜里面 路中飘挂的魂烟 未可掩盖你尊严 谁此刻刻走出战圈 现在就要天空翻转 可以再点终碎一战 清算这一段恨愿 离万要风中今晚了断 路火早已遮蔽声越来越 无论哪出发点 无论我风雨点 我总会走到这极端 只因今天不移类怀念 冷冷恋恋不必感慨抹迁 可惜你永远寒不见 谁待你也满不天 我会要一起 难再都不见 心痛仗碎片 埋在漫长夜里面 路中飘挂的魂烟 未可掩盖你尊严 谁此刻刻走出战圈 现在就要天空翻转 可以再点终碎一战 清算这一段恨愿 离万要风中今晚了断 路火早已遮蔽声越来越 无论哪出发点 无论我风雨点 我总会走到这极端 只因今天不移类怀念 冷冷恋恋不必感慨抹迁 可惜你永远寒不见 可惜你永远寒不见 谁待你也满不天 可惜你永远寒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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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我永远寒不见 可惜你永远寒不见 可惜你永远寒不见 也可惜你永远寒不见 送给你永远寒不见 迎讨寒不见 每部小独角都有他的爱情线 小小之後就有欣欣,但欣欣就離開了陳浩南 來到第五集,他就認識了舒奇所飾演的鄧美玲 他喜歡陳浩南就完全是因為陳浩南像他以前的男朋友 他就被一個大馬拿督,即是巡輩飾演的陳嘉南利用去對付陳浩南 不過至少後來都皆大歡喜舒奇,即是鄧美玲,最後就幫回陳浩南,亦都做了他的女朋友 那麼第五、六集,鄧美玲可以算是陳浩南的最後女朋友 不過去到第六集,聖者為王的時候,他們兩個始終都是分手 既然有愛情線,程哥當然就不少得了 而龍爭虎鬥的抒情歌叫做《童一秒》,是鄧依然唱陳江榮作曲,又是華沙比填詞 總算在那麼多首慘情的古惑小歌當中有一首比較溫馨一點 就知道了 認心跳,認偷笑,認想要,已會多半笑 就算,叫生命緣調,罷了,沒遂,有這重要 同一秒,同歡笑,同行鳥,總可高興嬌囂 那在乎,雖長或短,同曝光,心已落透了 從今起,我的一輩子,屬你,我,本身的福氣 人生所有快樂流,一起分享擁有 你讓這生多富養 傻的笑,聽不了,全憑你,使這生不渺少 傻的笑,聽不了,全憑你,使這生不渺少 從今起,我的一輩子,屬你,我,本身的福氣 從今起,我的一輩子,屬你,我,本身的福氣 人生所有快樂流,一起分享擁有 有,有幸自生,不獨咒 在古惑仔這麼多套外傳裡面,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山雞故事 在古惑仔這麼多主角裡面 山雞都可以說是最粗豪,最鹹鹹濕濕,最賤格的那個 在正傳裡面,她就跟莫文維飾演的牧師女林淑芬一起過 後來林淑芬去了日本,她就跟其他在一起 娶了一個日本老婆 在第六集,聖仔為王,還做了日本山田祖的女婿 而在正傳的第二集,猛龍過江,她也跟邱淑貞飾演的野心家丁瑤 有過一段情,但後來山雞也親手殺了這個大反派 可以說山雞的情史是古惑仔裡面的一個重點 比起陳浩南的情史是要更加多姿多彩的 而一個好像很不正經,很風流的人 在這部外傳有情歲月之山雞故事 竟然顯露了她很深情的一面 她跟梁詠琦飾演的樂詠芝是初戀的情人 樂詠芝很乖 但山雞小時候都喜歡哈哈巴巴 但唯獨是對樂詠芝異常的保護 雖然她們青梅竹馬,但大過了之後 因為山雞進了幫會,兩個人也漸走漸遠 後來梁詠琦又偏偏跟左表面上是商人 實際上是毒販的石修在一起 不過樂詠芝和山雞最後都發現最愛的是對方 本來她們能夠好好地在一起 但石修即使被人抓去坐牢,都沒有放過樂詠芝 結果的時候就找殺手槍殺了她 可以說一個馬甩的山雞 有一段情深淒美的愛情故事 都是非常難得 同時都相當悲哀 在這部戲,陳小春有自己唱主題曲 亦都是友情歲月 但更加應景的歌就是兩首插曲 分別是《無論如何》和《撲火》 而兩首當中我覺得林直填詞的《撲火》 就更加能夠說出樂詠芝和山雞之間那種 明知背叛石修沒有好結果 仍然都在一起的情況 愛上我你蠢不蠢 最愛你我懂不懂 雨傘淚哪怕會撲空 直到雙手酸痛放置 枕叫艱苦的抱擁 就算不分輕重不管隔雨空 雙手酸痛放置 如能讓我為你犯錯 寧願沒有做對過 有長歲月平靜無事 亦是初途 值得的 怎可錯過 要到日如年 去跟你閃遇到 寧願撲火 要是我為你犯錯 能換十秒愉快到過 為什麼不分身撲火 就像燈我 若灰盡不分離我 但感情存在過 成功 忘了 你和我 用我一手一脚 争取一个珍惜的女人 就算单手拥抱 终于到抱紧 如能让我为你犯错 宁愿没有众对过 有长岁月平静无事 亦是初诺 值得的朕可错过 要到一余点 去跟你闪遇到 宁愿扑火 要是我为你犯错 能换十秒以快到过 为什么不问新扑火 就将等我 若杯准不分离我 但感情存在过 墙火 我难为难忘不 着个人 或是自己犯错我 我难为我 我难为你犯错我 灵火 我难为你犯错你 行 我难为我 一输走我 是苹果 詞中有蜜 來到這個古惑仔電影歌曲系列的特別篇 最後一節 也講到聖者為王這個《古惑仔正傳》中的最後一集 也可以說是水尾 已經是2000年的事 雖然鄭伊健飾演的陳浩南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其實主角都已經轉移到陳兆春飾演的山雞 跟前五部不同的是 這集是講台灣三聯邦和日本山田組 沒有洪興社沒有東星社 這部戲也加入了何潤東做反派 而謝天華也以另一個角色的身份幫助反派 不單止謝天華回來了 連麗芝也回來了 還有舒奇 連張耀陽也回來了 其實陣容都頂盛 但《古惑仔》系列本身的故事 其實都應該可以說是去到應該埋尾的時候 所以正傳就以聖者為王作為終結 而主題曲就由六集都在這裡的 鄭伊健 陳兆春和林曉峰一起唱《一起飛》 陳光榮作曲 陳兆琦填詞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除了《五樂城》之外 作曲的陳光榮其實都作了很多歌 給《古惑仔》系列 而陳光榮和鄭伊健都合作了很久 不過《一起飛》這首歌的感覺 《古惑仔》是有點抽離的 和《古惑仔》 好像有點不太差勁 少了一些沉重 多了說一些友情 不過特別強調《骨氣》這兩個字 或者就算是比較和江湖有關係 《古惑仔》 《一起走一起飛》 《一口氣》 《月和了生死》 《有你又我試過一切到你》 《雷也笑過一切到你》 《一一半一氣》 《悲哩或氣》 《月和了自己》 《風和痛和喊過一切到你》 《為我的嗎?》 《我的藏我的總會是你》 《大臣》 《下屍美公的過濾》 《地形劉沂》 《牠仁采勒》 《日而青》 《下屍美公的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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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禰漢采勒》 什么山线新意识 什么风景在别致 也不甘怀念往事 从反转转地换回纸 清楚你无法拍子 清楚你动作意思 事我知 一人走一起飞一口气 越过了生死 留你有我事我一世努力 留你一世努力 一片满一起飞的滑气 越过了生死 恐慌恐慌我一世努力 为我的化我的所我的总会是你 死 太陽 知道你的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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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你的悠悠 快点的前 苦痛三味烟 现在真是仙 事过前 一起走 一起飞一口气 越过了生死 有你看我 事过一切道理 旅逆下是天悲 一起喊 一起飞一挂气 越过了自己 空光空光 我一切道理 为我的马 我的座 我的总会是 你 《圣者为王》是《古惑仔》正转系列的最后一集 到此地步 陈浩南这个角色 受到万子梁飾演的蔣天阳 坐管上色 蔣天阳退位之后 升了陈浩南 由铜锣湾的渣血人 变成坐管 变成鸿卿的龙头 到达事业的高峰 但在感情上 陈浩南 最后和舒奇飾演的美玲分手之后 都没有什么着落 不过最后这集 他当然会有首 讲爱情的歌 这首歌 将《有情岁月》的歌名 改了一个字 变成《爱情岁月》 可以说是回顾 陈浩南一生的情史 作曲的继续是陈光荣 而填词的就是林直 要是我没有记忆 怎会坏面 要是我没有冲前 难道我便会共你 通过任何思念 换你走到终点 我恨我没有掩饰 心里视线 我恨我尚有弱点 望见他走过我面前 虎女带着点 难道爱情未觉知 但岁月最清楚 怕不算什么 曾碰着勇气爱上天真的我 留下不多不少一些经过 将片段重播 一生不透夺 愿你亦按清楚 他不算什么 曾成就当初开开心心的我 如若我肯伸得转身前光 不要再扶我 但别想我 我恨我没有掩饰 心里视线 我恨我尚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你亦看清楚 它不算什么 曾成就当初开开心心的歌 如若我狠心得转身闲光 不要在乎我 八月远尝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片段重播 一生不够多 愿你亦看清楚 它不算什么 曾成就当初开开心心的歌 如若我狠心得转身闲光 不要在乎我 不必远尝望 我以淡黄仙 都可掌 你亦看 其实《古惑仔》系列这么讲仪器 最令人尊尊乐道的就是现实当中 郑衣健和风火海几个成员 包括陈小春 谢天华 朱永棠等等 还有林晓峰 前家乐他们 气外气内都是好兄弟 当中除了朱永棠离开娱乐圈之外 其他几位都经常去做一些 《古惑仔》的一些联合演出 每次出场都大受欢迎 尤其他们现在已经 各有各的成就了 郑衣健已经和蒙家卫 过着少傲江湖半退休的生活 陈小春 在大陆组得几点 还有谢天华 经过多年的艰辛之后 得到拉斌哥这个角色 红遍了华人圈子 饰演包皮这个肥仔的林晓峰 亦成为了个很出色的主持人 而前家乐当然幕前幕后都吃得开 非常之心的动作指导 他们5个在2013年时 然后就出过一首歌叫做《消失的光音》 就是以友情岁月头的几个字作为歌名 这首歌其实听得令人感动 可以说是一个古惑仔 变成熟变成终老之后的回顾 同时间也都纪念他们几位中老的友情 在这个圈子其实都很难得 后来也拍了一部电影叫做《黄金兄弟》 再次合唱了一首《友情岁月》 这首《消失的光音》是由陈光荣作曲 王伟文、陈泳谦填词的 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都带我去一些青春的时光 但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慢慢走回到心头 更重要的是这首歌其实都一样是好man的 配合古惑仔的感觉 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变 时代怎么变 大家的政治、光谱怎么不同 其实做兄弟就做一世 无需说太多 我定回归 就像昨天性恶果 点起战火 今次是不止我一个予错 这首歌星独想会追着 或者我以 lag erei爱的 令我爱的 没适合 我不能带这首歌 没适合 笑失于光阴中那分万 就趁你有得拣 来福发一晚 啦… to be heart 你的傻 甚至痛苦还在波 只得你知 心里面想起那一个 遇梭 一月有否信服我 尚有生命 才不管结果 拳脚幻思够硬 红心一向未滥 何妨无私时间 来从月理想清淡 和你回复拆冷 重返年轻一晚 消失于光阴中那万万 就趁你有得拣 来复发一晚 退缩我的那一个 解释我 反省我 有纵你不要找我 再到明日结果 捱过无尽边弯 停手只怕未惯 何妨断追人马 来从应血迹斑绊 和你回复灿烂 重返年轻一晚 接触于风波中那万万 有幸有手足争 何容太早晒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